哈囉大家好啊 這裡是Gobbo XP禪冰雪女也終於登陸亞普啦 那這次也是要把它給抽出來 我這裡有181張的籃票跟20萬的勾玉 那麼我們就先開始免費抽吧 跳跳弟弟 聽說有人一發就中了 真的是超歐洲的呢 來畫一個雪花吧 不小心用到單抽了 那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10抽吧 畫一個愛心 首先是甲中少女 武士之靈 魚精 鴨天狗 蝴蝶精 又來個 奄奄羅 三位狐 紅絲 無事發生的第一個10抽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第20抽了 畫一個蝴蝶 妖狐 頭男 銀草 野鼠 妖情絲 又來了一個圖男 蝴蝶精 蝴蝶 銀草 又有圖男了 環湖 這難道是圖男UP嗎 這難道是圖男UP嗎 對 現在是一隻羊 黑了 結果是 第一個來的是鬼童丸 聽說如果抽到HP水女的話 會跑出那個下載動畫 不知道抽到了 沒關係我還有兩次 又黑了耶 這是魚丸 一口氣拿了兩個SSR 好像有點危險 上次的SP比岸花抽了快500多抽了 希望不要再重爆輔測啦 5分鐘後 那接下來就畫個愛心吧 剛剛都沒有抽到什麼 三兔 鯨魚精 鯨魚 又來了一隻三兔 黑了黑了 竟然是不知火 我的不知火超多的說 結果三次都是SSR 抽到了鬼童丸 然後大月丸跟不知火 難道又要開始拚運氣了嗎 一百抽指定機率UP20% 感覺有點可怕耶 已經一百五十二了 我來看看 我的庭院是不知兵 本來想說放不知兵在庭院 會不會抽卡比較容易中 結果好像沒有呢 還是因為長得實在是太像了 那我換一個雪童子吧 我換雪童子在庭院 然後再回去抽卡一次 看會不會比較容易中一點 就當作是一種玄學 抽卡前先來換個頻道吧 還有一個玄學是用小拇指去畫符 我來試試看 真的有這麼靈驗嗎 看能不能增加出貨的機率 我去封鎖 蠻貓 單兔 桃花妖 作夫童子 沒啥的雪女 不會啊我要那個SP了 姐姐跑錯棚啊 全閻爐爐 還有一隻迷路的Aysa雪女 結果我抽到藍票都沒有了 只好開始買勾玉的藍票 那就畫一朵小花 野鼠 龍女 猴食之女 叫跳弟弟 紅絲 又是阿卡 銀巢 那個應該就是SP雪女了吧 是否下載召喚動畫 哇 妳滿中了耶 這難道就是玄學的力量嗎 我決定了 我怕這温暖 抱緊 我抱緊 真是開心 那今天就是早日出貨啦 這次花了200抽 就拿到了SP殘冰雪女呢 我感覺還算是滿幸運的 本來還想說要來長期抗戰 結果剛買完勾玉的藍票 就中了 我看看 我抽了總共202抽 那今天用了三個玄學 第一個就是把玄學童子放在庭院坐鎮 然後第二個就是網路有傳的 用小拇指畫符 還有一個就是我常用的換頻道大法啦 以上就是我的玄學技巧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SP雪女給帶回家喔 應該很多人都在等第四天吧 那我個人是全都要的 所以呢 下次第四天再見啦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